男孩子什么 优手好先的 有书也不去读 有工作也不去做 每天晃晃晃 忙甲忙甲忙甲 一天过一天 归天过一天 结果甚不没有 这不也没有签花 忙甲忙甲 父母家家这不 甚不全没有 这种男孩子 愧为男子恨大丈夫 弯了 没有用 这种人列入第一不孝 那么第二呢 博弈好英九 不顾父母这样 二不孝 还有一种 就前到男孩子 不就是读博 一都是下棋 这个人一读博都弯了 就九读无声家 你有多少钱会输光的 你知道吗 你们这个知识分 你们大学成都是知识分子 千万注意 现在也好 将来也好 可千万不要读博 三五个朋友 哪里去读博 博弈 这千万认不得 你要是读博 有这个嗜好的话 将来四读如命都惨了 你有万贯家 他才是输掉 而且我们人格都降低下去了 人格这一降低 推上来就不容易 所以你要小心谨慎 意念就是下棋 这个意义就是下棋 这个不是坏事 这应该是消遣 斗志 这个下棋就是斗志 可是现在来说 也不应该 现在是工厂业社会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前途 一分时间都是一分的成功 不要浪费在下棋身上 你看当成孟老胡子 都能教导我们的年轻人 现在更不应该 那个第三年 好喝才 私妻子 不顾风之阳 三不孝远 第三就是 这个男孩子 很会赚钱 这个赚钱 君子爱财 其实有道 没关系 拼我们本事 拼我们血汗 一个月占六万 十万八万 这都是应该的 没关系 不是说贪行妄想 损人利己的签 我们都可以取 可是呢 下边这一句 都不太好了 偏施妻子 有了签的话 完全偏施太太 太多托给她 买方子 也是她的名字 银行存款 也是她的 买钻石戒织 买什么什么都给她 叫太太 好高兴 好高兴 那么妈妈 很空虚 什么都没有 叫妈妈痛苦 所以你这个男孩子 心呢 没有放在中间 心没有放在中间 没有天理对良心 没有因水吃盐 所以这种男孩子 列入第三不孝 那么第四年 就是好容斗痕 一位父母 第四年 就是众儿慕之欲 一位父母怒 四不孝远 还有一种 这个 孟老夫子 列入一种 就是 放纵耳目 男孩子 我们前道 耳朵 爱听 眼睛 爱看 都是就花花世界 五光石石 五花八门 引诱人的事太多太多了 都是坏事 那么他去 陷下去了 日久天长 就可以怒害自己身体 就会有了奇奇怪怪的病 糟蹋自己 所以身体 法乎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我们哪 都要保护自己 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 这么样的好 四肢 健全 无关 端正 这个相貌 都这么清秀 这个父母给我们 赶紧父母 既然完全接受过来 这么完整 我们保护他 我全而归之 我们完全还要给父母 我们不能伤害他 不能糟蹋他 这就是 第四不孝 那么好容斗痕 以为父母 我不孝也 还有一种 我们就前道 好容斗痕 这个就是黑社会 流氓太宝 完事 就是现在的 不良少年 不良青年 现在犯罪的年龄 一直降低 你看法院 都要重新盖法院 那个监牢狱都满满的 一调查点 这个年轻人太多了 是很可怜 很可怜 真是糟蹋自己的前途 所以这种男孩子 进了流氓太宝 黑社会 打人 骂人 无理取闹 抢人 多人 糟糕了 一进了监牢狱 去一盼都是犯刑法 五年 三年 十年 那一个人 一个男孩子 搅乱了我们一家子 鸡犬不宁 牢少不安 父母也要送饭 也要拜托人 太太的话 痛苦要死 孩子也没有办法